原警 原警坐在巡邏機車上 搖頭晃鬧 頭點那點 最後點了這一大嚇人 一度不穩 整個往前傾 看到這一幕讓目擊民眾大喊 人民保姆是在 獨孤嗎 當時目擊的民眾看到 原警執行完勤勿把巡邏車停在路邊打瞌睡 時間長達兩分鐘之久 而現在真相也曝光了 原來是因為身體不適 加上天氣炎熱真的頂不住了 屏東九號最高溫來到33度 體感溫度則是有38度 但原警的勤勿也不能臨時喊咖 全副武裝騎著機車巡邏去 強韌高溫來不穿梭 全身濕透了還不能換裝 一路等到繁鎖後 客難得用風扇亮竿 為了守護人民安全一年365天 不論風扇日曬雨嶺全年無休 看到原警辛勞一面 不少人覺得真的不捨 更要和他們說一聲辛苦了 華人新聞臨玩 許富士爺 周孟漢 平等報導 晚節9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60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 二雅玲世界環報